南韓總統朴槿惠表示 即使平壤代表不參與 世界強國也應該找到某種方式 來重啟有關北韓核項目問題的會談 朴槿惠表示 中國多次堅決表示不贊成朝鮮半島的核項目 他是期待中國採取有效的措施 足以令北韓這次最終認識到 核項目開發系徒勞 應該像伊朗一樣加入國際社會 北韓多次表示願意重啟會談 但美國堅持平壤必須首先同意放棄他們核項目 然後才能舉行會談